接着有假牙需求民众要注意了 县府为了照顾银法族的口腔健康 免费补助65岁以上的长者 跟55岁以上的原住民 装置全口活动假牙的补助 而每案是补助4万元 今年总共有400个名额 而从现在开始受理申请到7月底为止 而装完还有一年的保固期 最符合条件的民众可要好好把握 县内全口无牙的65岁以上长者 和年满55岁的原住民 可以透过县府的免费装置全口活动假牙补助 来减轻经济负担 申请日期已经从3月1号开跑 到7月31号为止 名额有400人 一案是补助4万元 那目前我们今年度103年度 预定有400个名额可以申请 那每一位长者的补助金额 是最高上限是4万块 所以各位我们家里有长者 那全口无牙 就是说我们牙齿已经掉了的 或是长根8颗以上的长者 我们要赶快带他到我们合约的院所 去做这样子的一个 我们会先进过筛选之后 筛检检查 你有符合资格的话 那我们到卫生局会再做一个 审查小组的一个资格确认 甲牙补助强调必须是全口无牙 且每人终身补助一次 另外透过县府补助装带的假牙 还特别有提供一年保固期 如果有咬合不适或松脱等问题 都可以再回到医院诊所做调整 希望可以透过这项福利政策 给长者一口好牙 因为假如说你今天牙齿健康状况不好的话 会影响第一个会影响到他进食的习惯 那进食他没有办法去吃比较硬的食物的时候 他的那个摄取的那个食物的选择上面就会受限 然后可能也会影响他进食的欲望 那再来就是美观的部分 有的老人家他因为牙齿残缺或是说牙齿 没有办法很健全的话 他自己就会觉得说好像比较不敢去他的社交场合 这个都会影响到他的心情 还有影响到他的健康 还有营养份的摄取会不足 要申请的长者得特别注意 假牙补助必须到与卫生局签约的50家医疗院所筛检送件 这部分资料可以在卫生局网站上查询 或有任何问题 也可以拨打专线电话询问 一按新闻记者黄朱汉怎么不到